相信各位都會在Google Chrome裝上一個叫做延伸程式的東西 那延伸程式就很像是Roypro、Roygo的 我是有安裝這兩個啦 但是最近有一個如果各位有安裝 你可能要非常注意 這個延伸程式叫做Roysearcher 那Roysearcher它主要的功用就是 讓你可以去加入把狀態設成私人的人的伺服器 就是如果那個人把他的誰可以加入他的遊戲設成私人的話 這時候你不是加入不了嗎 但在之前你可以用Roysearcher加入 但其實真的Roysearcher已經被刪掉了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很多實況主的麻煩 那為什麼說這個危險呢 因為這個在Twitter上面有人去找一下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然後這部影片也是因為Shotbrush的這部影片 才要告訴大家的 這個人呢他去查了code 結果他查出了很多不正常的東西 像是他會把你的Limited拿走 他會自動給別人傳送交易請求 對自動全部都是機器人自動 代表你下載這個之後 他會幫你做這些程序 直接做沒有問的不害羞的直接做 他可以檢查你的物品難的狀態 然後把你的所有Limited都偷走 非常的惡心 所以還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我看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首先我們感謝我們的幾位會員 他們加入了好久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See ya Bye bye 欸我煩了 是Bye bye See ya 我看看 很快 我的網址 你沒什麼 我只要去找你 這些雷尾 現在是不是很快 恭喜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